医生提醒,过了65岁的老人,饭后宁可躺着不动,也别着急去干这些。 很多老人饭后喜欢立即做些家务或者散步,但其实,这个时候稍微的休息会更加适合他们的健康。 我们得了解,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效率会有所下降,当他们吃完饭后,胃部需要更多的血液来帮助消化。 这时候如果进行剧烈的活动,比如激烈的散步或做家务,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,甚至引起胃部不适或疼痛。 其实,适当的休息实际上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食物。 前几天,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先生饭后习惯性的去检草,突然他感到胸口压迫和短暂的呼吸困难,家人紧急送往医院。 经医生诊断,原来是饭后立即进行体力活动导致的心脏负担增加,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参后综合症。 这种情况下,如果老人饭后能够休息,而不是立刻进行体力劳动,可以大大减少这种风险。 李奶奶平时就喜欢在饭后立刻拿起针线火,她发现自己在做这些精细工作时,经常会感到眼睛疲劳和头晕。 这是因为饭后身体的血液大量流向胃部帮助消化,相对的,大脑和眼睛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。 如果立即进行需要高度注意力的活动,就可能会感到不适。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,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,饭后的活动选择需要更加谨慎,而简单的躺下休息不仅能帮助消化,还能防止因血液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各种不适。 这种生活小策略虽然看似简单,却能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。 所以,下次饭后,不妨让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尝试简单地躺下休息。 这可能会为他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。 关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饭后可以做些什么? 我们的首要原则应该是安全和健康。 虽然普遍的观点可能会建议适量散步或轻松活动,但是从一个不那么常见的角度来看,实际上有一些更温和且具有益健康的活动,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促进消化,还能增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 考虑到老年人在消化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,如胃排空延迟等,我们可以建议他们在饭后进行轻微的拉伸活动。 例如,简单的手臂和腿部拉伸,这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慢慢活跃起来,还能促进血液循环,这对于维持关节灵活性和减少肌肉僵硬非常有好处。 这种活动非常温和,适合大多数老年人,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有心脏病或其他慢性疾病的人来说,是一个安全的选择。 张大爷他习惯在饭后进行简单的园艺活动,如修剪小植物或整理花盆。 这种轻度的活动不仅让他感到放松,而且还能让他在不进行过度劳累的情况下享受户外的新鲜空气。 园艺活动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,那就是能够让人保持心情愉快和积极,这对心理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。 饭后听音乐或简单的舞蹈也是非常好的选择。 舞蹈不需要太激烈,如漫步或者轻柔的民间舞蹈,这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活动增加老年人的社交互动,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心血管练习。 我想强调的是,老年人在饭后选择活动时,最关键的是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来定。 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都不相同,因此在选择适当的饭后活动时,最好是咨询医生或健康专业人士的意见,以确保活动既安全又有益。 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,选择适当的饭后活动是非常重要的。 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改善消化,还能增加他们的生活质量,保持身心健康。 这也反映出,在推荐饭后活动时,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个体的具体需求和健康状况,从而提供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建议。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常见的消化不良或心脏压力问题,还应该考虑一些较少被提及但同样重要的健康信号,了解这些独特的身体反应。 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,从而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。 饭后感到异常的疲劳或试睡,虽然在老年人中比较常见,但如果这种状况突然变得更加严重, 它可能是糖尿病未被控制好的一个信号。 在医学上,这种现象可能与餐后血糖水平急剧升高有关。 正常情况下,身体会分泌胰岛素来帮助将血糖转化为能量,但是如果胰岛素的作用不足,血糖就会在餐后达到很高的水平,导致身体感到疲惫。 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管理,长期以往可能导致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。 如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病变等,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状况是饭后出现的呼吸困难。 许多人可能会忽略这一点,将其归咎于一般的老年体弱。 不过,这也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VID的早期表现。 COVID在老年人中较为常见,而其早期症状包括餐后呼吸急促, 因为饭后隔肌的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,特别是如果饭量过大。 如果不加以关注和治疗,这种情况可能会严重限制你的日常活动,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。 虽然许多老年人可能会将其视为普通的消化不良,但是如果腹痛未知特定。 如右上腹,这可能是胆囊炎或胆食的迹象。 胆囊问题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,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,胆囊功能可能会减退。 风险增加,特别是在高脂肪餐后,如果出现这种疼痛,应当及时求医,因为胆囊炎如果不治疗,可能会引起严重并发症。 如果老年人在饭后经常感到恶心,这可不仅仅是消化不良的问题。 这可能是胃排空延迟的一个信号,医学上称为胃轻瘫。 这种情况在糖尿病患者中比较常见,但也可能发生在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身上。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饭后心悸或不适感。 有时老年人可能会感觉到心脏跳动加速或不规则,这可能是心率失常的一个警告信号。 特别是在高炎或高支餐后,这种状况可能更为明显。 心率失常如果不加以关注和治疗,可能会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。 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,饭后的身体反应是值得重视的。 及时识别这些信号并寻求适当的医疗帮助,是维护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键。 正如老话说的,预防剩余治疗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尤其如此。 我们需要通过日常观察和适当的医疗咨询,来确保他们在晚年可以享有更健康、更充实的生活。 医生强调,饭后常有这三个症状或是胃癌来敲门,一定多留心。 一、持续性的保障感。 如果你饭后经常感到胃部不适,明明没吃多少,却总感觉胃里像塞了个篮球。 胃癌初期,肿瘤的生长可能导致胃容量减小,食物难以正常通过,造成持续的保障感。 二、餐后剧烈疼痛。 虽然偶尔的胃痛可能是因为吃得过急或者食物不和,但如果这种剧烈的疼痛成了常态,尤其是位于上腹部的锐痛, 那可能就是胃癌在发出的警告,这种疼痛可能是因为肿瘤影响了胃的正常功能,或者是肿瘤在侵犯周围组织。 不容忽视的是反复的消化不良。 三、长期消化不良。 一个经常加班的职场人士,经常因为工作压力而有消化不良的问题,但如果连续几周都感觉到食物好像总是堵在胃里,那这种长期的消化不良可能是胃癌的征兆。 我们可以看到,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,如不加注意,可能会隐藏着严重的健康问题。 胃癌早期往往症状不明显,所以认识并注意这些可能的早期迹象非常关键。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,并且持续不见好转,最好是咨询医生进行必要的检查。 除了饭后的明显症状,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体征需要我们关注。 这些症状可能不像保障感或剧痛那样直接,但同样可以是胃癌悄然逼近的信号。 通过理解这些较为细微的信号,我们可以更早地识别潜在的健康风险,从而采取适当的预防或治疗措施。 一个经常锻炼饮食均衡的人,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的体重在短时间内无故下降,这可能是胃部有肿瘤在干扰正常的消化过程。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症状是吞咽困难,虽然这更常见于食道癌,但胃癌如果胃于胃的上部,靠近食道的位置,同样可以引起这个问题。 吞咽困难不仅仅是食物通过感觉的阻塞,它还可能伴随着疼痛或不适感。 可以设想一个喜欢社交的人,在聚餐时发现自己难以吞咽某些食物,即使这些食物以前从未造成问题。